我超級喜歡吃Caps 我不可以放棄Caps Hello 大家好 我是Liang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我被問爆的 就是我怎樣可以減到G 話說到現在我總共就已經減了6kg 而且重點其實整個過程我都覺得不算太過辛苦 而且是完全沒有報食的 其實應該由去年8月尾 我由摩洛哥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是最肥最重 所以其實我由9月開始減肥 但又不是十分認真地一個月才減1公斤 到10月後又再去了泰國旅行 將減肥1公斤增回來不止 還另外再加多了0.5公斤 所以真正認真開始應該大概10月中 整個減肥就去到1月尾 大概15個星期 當中有去過兩天的澳門 也有一大堆聖誕和新年的聚餐 但我仍然可以無痛地減肥6公斤 我覺得這次減肥是非常之成功的 接下來我就要分享一下我自己是怎樣減肥的了 但開始之前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和幫我分享這段影片 就給我一個支持 讓我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影片給大家 那好啦 其實我想分享怎樣減肥之前 我就想說一下為什麼我去年要珍寵 很較早之前我也是在Instagram出了一篇post 大致都說過這個過程 但現在我想詳細再說 像由我董事爾來開始 我已經開始用上不同的方法去減肥了 但不停減肥後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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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肥後 所以我原本就建立了跑步這個習慣 然後我就越跑越多 10公里的馬拉松也跑過 也跑過幾年的半馬拉松之後 那我就在2018年參加了一場全程的馬拉松 42.195在名古屋進行的女子馬拉松 其實2018年那一年我已經開始有重訓的習慣 但因為要準備馬拉松 在我訓練上其實我也是有很大部份的時間在跑步上 每個星期都差不多跑50公里 當中九成時間都是跑步 大概一成時間是做重訓的 那我當時還很天真地想 我連馬拉松也跑了 這次還不瘦 結果呢? 又不是說真的很瘦 那一陣子就大概是57公斤左右 然後到了2018年3月 我就跑完了這個全程的馬拉松 那我就想全心再回到重訓的懷抱 然後我的腦海也是繼續想 我要減肥要減肥 那時候就是因為那段時間實在跑得太多了 那我又很抗拒再做有樣子 就是我覺得反正都跑完馬拉松 我不想再做任何的有樣子 我不想再跑步了 我就大概一個星期做5至6天的重訓 就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大樣子 但是因為準備馬拉松的時候 我都吃得很多的 那就算完了馬拉松之後 我的食量都沒有什麼點變 都是吃得那麼多 變相反而比起跑馬拉松的時候 更重了一點 其實都很正常的 因為就算你做重訓做得多厲害也好 你練腿練得多累也好 其實你消耗的熱量 有樣子一定是比重訓多很多的 所以在我做少了一大部分的有樣子的時候 我食量跟之前差不多 那我好自然就會增加了體重 所以一直又減不了 到大概6月的時候 我就覺得透了一段時間 都可以做一些有樣子的 所以去到6月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一些有樣子 例如會上一些運動的課程 或者會上一些課程 例如Body Combat的課程 當作是一個有樣的課程 但是這樣由6月到8月 再過兩個月 其實我的體態都仍然沒有大的轉變 那時候在Instagram 有看到一些網上教練的課程 又會看到有些人說 過了幾個星期 就有一個轉變的照片 前後對比出現了 那我看到我覺得好像可以的 所以我就付錢去買了一個 網上教練的課程 其實真的挺奇怪的 網上教練會幫我訂立一個訓練的貨表 為期三個月 目標 每個星期減1%的體重 他就要我吃1440卡路里 而且是用低碳飲食的方式 每一天只可以吃50克的碳水 而這50克的碳水 都是一些蔬菜類纖維類的碳水 在訓練方面 他就安排我一個星期做三次的重份 再加三次每次30分鐘的大洋 一開始因為動力十足 又有多少錢 所以開始效果也不錯 兩個星期我減了兩公斤 但之後就去了旅行 然後又肥回來 然後我又再用兩個星期去減多兩公斤 但我又去旅行 然後又肥回來 然後我又再用了四個星期去減3公斤 其實整件事我自己是有自己的問題 因為是我去得太多旅行 所以弄到我減少後又肥回來 但我都會覺得 因為他想我用低碳飲食的方式 而低碳飲食的方式 就令我整個人很沒力量 訓練的時候表現就很差 而且到後期 我們碳水的渴望變得非常之大 而暴飲的惡魔也是蠢蠢欲動之中 所以過了三個月 這個網路訓練完了之後 我就沒有再繼續下去了 前前後後大半年的時間 由3月到11月左右 雖然我說是在做減脂 但其實我身體上就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體態轉變 但總之你心理的感覺 就覺得自己一直都在減脂 總之很心狠淚的感覺 然後我又在Instagram看到 Sophie增肌減脂下來之後的成果 是完全是我想要的目標 所以我就由11月底開始決心 我要增重增肌 我就沒有再每一天精算熱量 每一天都吃到非常貓足 我想大概每一天都吃到2000至2500卡羅里 然後我決心要投資在力量上的增長 因為其實我心樁和硬舉的重量 我都停滯了很久很久 於是我就找了Tiler去學習一些重訓的技巧 改善了姿勢和法力的技巧之後 我的力量一直都穩穩上樣 Deadlift由停滯了很久的70多公斤 就一下子升到93公斤 而心樁動作的幅度也提升了很多 然後因為沒有再執著和精算熱量 我和食物的關係好了非常多 我會感受到食物是帶給身體能量 而不是覺得吃完很有罪惡感 我要去做運動還債 這樣的增肌狀態 所以我由2018年的11月大概持續到2019年的8月尾 也就是剛才所說 由摩洛哥回來最早的時候就開始減肢了 所以現在開始我就要說一下我怎樣減肢了 但在開始說之前我要先摸下頭盔 這個是我自己的方法 未必適合你的 所以不要跟蹤我這個方法 但是我的分享或者可以給你一些資訊或者靈感 那由2019年9月我就進入我的減肢期 剛才說過我不是十分認真地減了一公斤就去了旅行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由10月開始說起 首先減肢最重要的就是飲食和營養 熱量上我的目標就是1500卡路里 贊成一點其實就是1400-1600卡路里 而且我是採用低脂高碳飲食的方法 蛋白質每天的目標大概90g 碳水是200g 剩下的熱量就是脂肪 那蛋白質在減肢期是非常之重要的 而且比起增肢期它的百分比是要再高一點 因為在熱量赤子的情況下 你攝取較高的蛋白質可以避免到肌肉流失 那為什麼我會採用低脂高碳飲食的方法呢 其實原因主要有三個 第一 我很喜歡吃Caps 我超級喜歡吃Caps 但我又不是特別好喜歡吃Fact 例如我會很喜歡吃麵包或者吃Bagel 總之你提出的Caps 我基本上都很喜歡芋頭番薯 總之全部都很喜歡 但我不是特別好喜歡吃脂肪 例如Nuts 就算吃肉 我自己都比較喜歡吃瘦肉 都比肥肉 我本身是喜歡吃Caps Caps 的雞胸 都比吃雞翼 喜歡吃牛柳 都比吃肉眼 但這些是純粹我自己個人喜好 我想唯一放棄了的Fact 應該是花生醬 但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很多的脂肪和脂肪 都會有出花生醬味 而那種味道可以頂到我會引起的 所以鑑於我自己非常喜歡吃Caps 而是 我不可以放棄Caps 第二 就是吃Caps 可以令到我在訓練上更加有力量 始終重份和DHIIT 它的能量消耗都是來自於糖 所以吃足夠的Caps 是可以幫我維持到訓練上的強度和力量 第三 就是低脂高炭飲食 是比起低炭高脂飲食 是容易控制的 1g的Caps 就是4卡路里 1g的Caps 就已經有9卡路里 其實我吃2g的Caps 我都比我吃1g的Caps 還有 就算平時我用電子磅去磅食物也好 都會有一些誤差 其實你可能 小小小小的誤差 每天收起來就已經加了50至100卡路里 例如你那盆沙女 你想用橄欖油做調味 但你不小心加了一點點 就可能已經多了20卡路里 然後你外出吃 其實它也會有很多隱藏的油份 而你是看不到的 因為它要好吃 你就算點沙律 或者你點一些普通的菜 都好 它一定會加了很多油去煮 不然它就不好吃 所以總結 我就是用這個高炭低脂的方法 每天大概吃1500卡路里的熱量 來減少 第二 就是我的訓練 那我是跟著我的女神 Gishishella的app的訓練 來進行訓練 這個app是要付錢去訂閱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自己的程度 以及你每個星期要練多少天 那我就由一開始的Begina 去到現在的Intermediate 選擇的就是一個星期五天的訓練 基本上它是分成兩天的上身 和兩天的下身重訓 另外一天就是全身性的循環訓練 然後在你練腿的兩天 會最後有一個十分鐘的HIIT 通常這四天的重訓 我都會做足 那最後一天的循環訓練 我會看看心情和有沒有時間 那就不一定會做的 另外有樣子我是有在做的 但是我開始減少之後 兩個星期左右 我才開始加入這個有樣子 其實主要是因為我平日的工作 都比較靜態一些 所以我就想加一些有樣子 去增加我每一天的消耗 主要都是踩樓梯機和跑步 大概是中等長度 一個星期三次 每次30分鐘 再加上另外每天的步行態 第三就是休息 休息是很多人在減少期會忽略 但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你的休息是很影響到你的回復 你的睡眠也是很影響到你的食慾 所以我每天都會睡足8個小時 10點就會上床休息 11點前我就會睡覺 早上7點起床 因為如果你睡不夠 是會令你瘦體數下降 和肌餓數上升 這樣就會令你無形中吃多了東西 而且每個星期一定會有一天的休息日 重份不足 大癢也不足 只會保持我每天要走到一萬步的目標 平均減肢的速度 其實都比我上漲之中快 體重平均每個星期都以0.8-1%的速度下降 我發現我自己的食慾和體重 和這個月經的週期是非常密切的關係 基本上我月經來之前的一個星期 我的食慾是非常旺盛的 所以幾乎我們做不到熱量赤字 那個星期 但至少我都會控制大概是吃我的TDEE 不會暴食 而且那時期水腫都會非常明顯 體重通常都會停滯 甚至是上升 因為我自己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體重就算是停滯 或者是上升 我都不會覺得很奇怪 或者會覺得很憤怒的感覺 所以女生的體重變化是可以非常大的 另外在聖誕和新年的兩個星期 我進行了食慾休息 吃回到我的TDEE 所以你會看到那兩個星期 我的體重是輕微上升 和之後都保持著 始終吃多了東西 代表在身體內的食物多了 重了一點是很正常 而且吃多了脂肪 都會令身體儲存多了水分 所以輕微的體重上升是很正常的 而我之後也很快可以減得回 其實我只是用體重和影相 去監測整個進度 沒有量量磁磁脂肪 而且沒有量量磁脂肪 其實是我懶 要量量磁心 要去健身 還要動時間 還要體重 我覺得還很困難 很困難 太困難了 目前為止 磅重很簡單 早上洗完廁所站上去就一定會 所以磅重是最簡單和快捷的方法 但記得我們要分析 每週的平均值 而不是每一天的變化 因為我剛才也說過體衝的浮動是可以非常之大 但如果你有身體或其他量度器具 都可以更加客觀地反映到你整個進度 總括來說這三個半月左右 可以減到6公斤 其實我自己是非常之滿意的 而且整個過程我覺得真的不是十分之辛苦 如果是0至10分 我想我的平均平均大約是2至3分的辛苦 而且我覺得最開心的是我真的完全沒有暴食的衝動 這應該是我這麼久以來的減肢 是唯一一次可以做得到完全沒有暴食 也連暴食的衝動也沒有 然後我可以減到比我有暴食症的時候更輕的體重 是一個體重的新低點 接下來我會再進行反映健康 還有把重點放在力量和肌肉上的增長 今天要說的也差不多了 下一次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分析了自己 為什麼這麼多次減肢都會失敗的原因 所以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